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主要都是吃渣的 我喜欢辣椒油辣椒酱的 我不是很喜欢的那些主要是油的 只有很少渣的 我不高兴 有时候去面店是这样的 上面有八成都可以油的渣 我只要把底部拿出来 我不就是刮底部拿出来 是啊 然后另外有这个催淚麻辣酱 这样 麻辣酱好 我们家里没有 有多催淚呢 有多催淚呢 我明天就会告诉你 这是我很担心 说催淚的 一打开了 哈哈哈哈 一打开了就会哭 水 水 水 它这个油就更加少的 近乎没有油 可能因为它是脏 渣就大量的 也都看到它是比较稠一点的 我就相当期待了 这个是吸引的 因为通常麻辣的话 很多都是油 巨度 平时出街吃的麻辣 瓶装的那些都是很多油 但是这个是稠很多的 是啊 它上面还写着 应该是写着 眼泪不是因为伤心 我想捉大它 但是我捉不大 这样的状况 这个就是催淚麻辣酱 我就相当期待 那你们还有什么介绍呢 我就拿了 这个上次已经有了 这个Shot Coffee的老虎巾 我觉得非常漂亮 所以不知道 这个Shot Coffee的老虎巾 它上面有老虎巾 因为很漂亮啊 是啊 今年就是苦年 那上面还会有使用上的注意 就是叫你用30度的水好了 不要太热 是啊 冷一点就应该手洗 你看看其他节目的解释 最主要是手巾 很漂亮啊 是啊 那就100%研日本製 那就开心了 很漂亮了 那就在这个大阪的Shot Coffee那里有得买的 嘩 现在居然连香港也有得买的 嘩 真是厉害啊 你真是猜不到香港居然有得买日本的手巾 嘩 是不是厉害呢 不得了啊 然后还有些什么呢 接着这个就是那个小夫妻的海瑞拌面 焦香 葱油味 其实我想说我在一直都没吃这个 因为我有吃到小夫妻便宜一点 那个半面 而我是觉得小夫妻的面质 我吃过 因为我以前飞到台湾 其实我经常都会试不同牌子的半面 我试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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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牌子的半面 接着我上次煮这个半面的面的质地 我真的觉得是绝对超越其他的台湾面的质地 我觉得它是非常滑溜的 但是我没吃过这个口味 我这个口味贵 哈哈哈哈 这个很吸引 超吸引 是的 跟着刚才介绍过 现在拿回实物过去探物了 很漂亮啊 这个真的是外卖协会的其中 我介绍两支酒都是很漂亮的 很漂亮啊 是的 它真的 现在看不到 但是摸上手的触感已经很棒了 因为它面上的那张纸都是漂亮的 木沙 是的 然后它真的好像一瓶墨水 好像一瓶墨水 很漂亮啊 这个超漂亮啊 是香港製的 是全香港的八人树下 是香港的酒厂做的瓶 是的 然后再加上咖啡的咖啡 是的 超漂亮 很厉害啊 而且它就这样加冰就可以了 就是一般这些会不会 因为有些咖啡调酒就是苦 太甜了 它就对了 你只要加冰就对了 甚至你不加冰就行了 你主要浓一点就不加冰 淡就加冰 它真的很容易入口 容易入口到你 不过它25度 但是25度 没有事的 这个就是重点 25度之下 你不觉得它是酒来的 哦 大家自己悉心地使用 大家朋友地喝 很容易 邀请女仔喝 可以邀请女仔喝 譬如你有些节目拍档是女仔 你可以邀请她喝 你有些节目拍档很喜欢喝酒的 就是会跟你说我喜欢那种醉醉的感觉 你就可以给她喝了 这样做节目做得很兴奋 又有合法 可以一起做节目 在家里做节目开心 是的 另一次酒呢 这个我也很喜欢它的爆撞 很漂亮 一来也是漂亮 二来就是 威威时人 大家如果喜欢看电影 迪拉伯斯基 那套中意是叫什么呢 就是一个很经典的电影里面的出名的酒 是的 奶味比较重一点 哦 是的 我觉得这个包装很漂亮 因为它是真的 熬咖啡酒的 那瓶的形状 是的 这个是有很多款 我们现在有很多款 这一款的咖啡酒 是的 都是这套包装 是的 一边这样的调酒 就是现成的调酒 你坊间买 通常是很害怕化学味 或者你 人家的印象就是七仔买一枝 买一枝很奇怪的那些 那些很化学味的 是的 这个不会令你勾起 真的 真的好像酒吧调出来 真酒吧 然后你不用怎样调 你知道嘉宾可以了 是的 这个就是令到你 令到我这些很久没有去酒吧的人 是的 怀念酒吧 怀念当时的 九叔的回忆又回来 是的 全部都跑到我的 现在要喝咖啡酒 除非你自己在家就会促 否则一然 又有酒吧 是 好久的人都说 自己更促就可以了 它会促失一百次 然后那个成本 哇 不如可以上去喝就算 而且你喝了很多很难喝的 自己的创作品 有时候到 我午安 你会骗了这条咪都可以了 那你要喝一下 你真的自己調裂都要喝這些正常的東西比較一下 是的 是的 開心了 有很多不同款式的這個酒也是 我都會研究一下 都很久沒喝酒了 因為窮 因為窮所以沒喝酒 趁著現在有消費券 過來消費一下 就不要拿去套館成現金了 你變成我們的現金就好了 我們就可以有錢出糧了 開心了 沒錯了 今節我們又講一下一些都算是相關 就是講這個社交媒體 今天很多報章的頭版都是講這個社交媒體 這個社交媒體雖然很多時候都免費 但問題是原來他出賣了你的私隱 哇 我不知道 原來是有私隱的 不是這個私隱專員公署出這個報告 我也不知道 是的 我幾十歲人沒有又輪到我的 十幾歲 我的資料沒有用的 哈哈哈哈 是啊 原來社交媒體會出賣你私隱的 他不說我也不知道 幸好他在說 原來WeChat沒有那個 端對端的那個加密 你不說我也不知道 是啊 原來是沒有相同認證的 是啊 哈哈 真的厲害得不得了 那說就是說 現在大家很多時候都用一些 他就是檢視了這個十大最常用的社交媒體 這樣 包括這個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Instagram Instagram 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分量 還有Instagram 他們不是全部一樣嗎 WhatsApp也是 但是WhatsApp分開一點點 是啊 還有WhatsApp 原來他們分開的 那個是甚麼宇宙 Metaverse 是啊 然後還有Line LinkedIn Skype Twitter WeChat WhatsApp YouTube 其實只有幾間公司 哪有十大 哈哈 哈哈哈哈 然後然後 書印公署 檢視過他們 我發現 所有被檢視的這些社交媒體 都有議定私隱政策 沒有就怪啦 難道沒有 沒有就有犯法 哪一間沒有呢 我想知道 你找一間是沒有的 告訴我 我很想知道 你申請什麼 你都要 錄它那個 Privacy 那堆這樣的東西 然後按I agree 沒有包安心腸 我不是社交媒體 哈哈哈哈 我理解 是啊 那他就說 所有這些 他們收集的個人資料 種類繁多 由收集12至19種個人資料 不當 所有被檢視的社交媒體 都會收集用戶的位置資料 這樣 那你有些可以按走它 如果你用手機APP的話 是可以的 有些你不會的 就是你Google Map 或者你Open Rights 那些我想知道 有什麼東西吃 是的 我會選擇那個 我正在使用手機APP的時候 才能讓它進行 是的 這個是重點 然後你又忘記了手機APP 之後 保留在後台 保留你資源 還有這個 你說 TRACK 還有TRACK activity 現在 基本上每個APP 都有TRACK activity 因為這些免費APP 基本上全部都是有廣告的 那它就是TRACK你的 用你的東西的活動 來派一些 你喜歡的廣告 或者吸引到你的廣告 它會選擇那些廣告給你 潛在你會消費的廣告 是的 所以它是會TRACK你的活動 但是 Apple現在是可以 ASK APP NOT TO TRACK 它是現在這樣的 我們用iPhone 它就會問你 可不可以 讓它檢查 你其他APP的活動 嗯 是的 不知道是什麼 Cross App Activity 那它自己的APP 本身呢 檢查它自己的APP 你本身使用的 它沒有辦法不檢查 應該就不會不檢查 是不是 如果我用你的APP 然後 用你的Facebook 在上某些群組 然後你說你不知道 那就太奇怪了 哈哈 譬如我平時 你經常上網看台灣美食資訊 你居然不知道 那就太奇怪了 我就覺得 嗯 就是你也是對Apple的信任而已 那所以 所以買一杯目機 給他那些目機的信任 是信小米 那我就 我很尊重你的 哈哈 但是 當然 例如你在Facebook上面 它追蹤到你的活動 所以它都仍然 你在Facebook上面的活動 它都仍然是可以 派到 你喜歡的廣告給你 或者你走過 或者你走過 哪些點就出那個 連卡 就出連卡 帶人家發給他 是啊 如果你有開到你自己的地點 它可以追蹤你的GPS 這樣就會看到 我就會知道 什麼時候去給你什麼廣告 是啊 然後又說到其他東西 在預設的私隱設定方面 就說YouTube和Skype都會 預設了 將用戶的年齡和電話號碼隱藏 這樣 正常啊 其他被檢視的社交媒體 就會預設為公開用戶的年齡 位置 電郵地址和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 這個你可以設定 其實這些是全部都可以設定 我不明白為什麼這些人不設定 因為它不擅長使用社交媒體 那我建議不擅長使用 就是不要用 就是有時候 很多時候 就是它會隔壁寫著你要不要顯示 是啊 你可以避免的 是啊 例如大家像Facebook那樣 你就有公開 然後只是限朋友 或者是不公開 那你可以選擇 難道我給這個電話號碼全世界看 是啊 而且你不一定要寫下去 只不過是有時候有些需要 譬如說 有時候萬一你沒有你的帳號碼的話 你原本有記錄下電話號碼給他 那你就可以用電話號碼去拿回你的資料 就是這樣 對,課驗證據多 是啊 那如果你顯示自己的電話號碼出來給別人看 那你就 本身你就太奇怪了 我就覺得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是Fan Only 放了電話上去 哦 這樣 最近也沒有 因為那一 你是不是太多朋友了 朋友是不會打電話給你的 是啊 現在是不會有朋友 不會有人打電話給你的 是啊 還有你那些 就是你是不是 尤其是我們Facebook上面 有很多APP了不是朋友的人 那你無謂 那你無謂啊 就是再次再說Facebook Facebook不是你的私人場地 就算是你的帳號也不是你的私人 是啊 就是總會有人提到 就算你的Facebook裡面 可能全部都是Friend Only 但是如果你有很多朋友的話 是啊 其實都不是 你已經是沒有了你的私人 是啊 就是我們那個Friend Only 隨便都說 有一千個Friend 那難道那些真的朋友嗎 沒有玩 我怎麼會查到那些人是否是Hater 我有這麼多人在Facebook那裡 不是 就是有時候很奇怪的 收到那些 就是有些 網友 他善意提醒 就說 你在Facebook上面 你有些Hater在那裡 我想說我Facebook上面這麼多人 我怎麼會檢視到 是啊 當Facebook有過千人的時候 你不會檢視到 是啊 我Facebook基本上 如果我發出來 基本上我都是公開發的 是啊 不應該給別人知道 或者真的想讓朋友知道的事情 就不要放在網上 只是想讓朋友知道的事情 你就單面對面說 或者自己Cat幾個 超過一定分別就算了 你是可以整個Group 你可以自己設定一個Group 然後可能你的觀眾 你喜歡你寫出來 可能只有你這20個 close friends 看到的 那你是可以設定一個這樣的Group 是啊 不過如果你懂得設定的話 那所有東西都不關你的事 你這麼聰明 那也是啊 如果你懂得設定的話 那你就不會 不知道為什麼電話號碼 或者email address 那些全部都放出來 是啊 跟著也有說到 除了WeChat之外 其他軟件 在你發訊息的時候 都有一個點對點的加密 WeChat就沒有了 那我知道 那我想大家都應該知道 還有你香港人用WeChat 你普遍都是工作上有需要的 那你那些 你只要不要 你 就是你 你少想一點點個人資料 那你有時候 你工作上面要用 沒有辦法的 你要用WeChat 就是你有時候要跟大陸人聊生意 到香港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香港 我都見 就是有時候坐車的時候 看別人 都幾多人用WeChat 年輕人我不知道 中年人 很少大家 你會覺得是正經用 就會用WhatsApp 就是香港的雜姓 來講 你很少會覺得 WhatsApp對我來說 已經是很私人 只是朋友 我很討厭 我其實很討厭 就是一些工作 或者公事上的東西 是在WhatsApp找的 哦 這樣 還有Voice Message 那我公事不找你 不是啊 不是啊 例如 我前陣子買車保 是的 但是它是 聯絡我 當然我寧願 他通過WhatsApp 都比打給我的 我是不喜歡別人打給我的 但是 他電郵你 我覺得他電郵 我覺得 我經常覺得公事上 如果這些不是很即時 例如我們工作了 我們在Facebook Messenger溝通 需要即時一點的東西 但是如果例如那些 例如買保險的東西 我是最喜歡通過E-mail 這些公司的 感覺比較公司的渠道 哦 他在WhatsApp發的Policy 那些PDF給你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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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很多公司都是這樣的 但是我是很不喜歡 就是因為WhatsApp 不知道 有時候我覺得工作上 就是這些公司的 你覺得不專業 是啊 而且也不需要 你可以E-mail做 你不明白 因為E-mail那個APP 不知道收不收到 那些東西 是啊 而且你複得慢 哦 他想看我的藍貼 是啊 看看你收不收到 然後容易跟著你 然後你E-mail 你有時候加一個 連接下去 是比WhatsApp更難的 有時候加相片 是很麻煩的 只不過 你用開你就明白了 不過不要緊 那些事情 還有他想令到 跟你拉近一點 好像是朋友 用WhatsApp 對 就是太朋友 我覺得太密集了 WhatsApp 因為WhatsApp 基本上是電話號碼 是啊 但是你覺得私人和工作 或是公司的 我是喜歡分開 然後那些工作的 就會被私人掩蓋 如果找不到 找不到 就是最生氣 或者有時候我真的 那些工作的 我真的不想這一刻 回覆著 那我就要避開 不可以看私人的訊息 是啊 他看彈出來的 在那裡撞 是啊 我也是 你不按進去 他的名字裡面 他就不會有藍貼 但是按了App 也會有 有相貼 我之前開那個 是不是跟那個人的 談論 有時候 我一按進那個App 就是 可能我之前是真的 跟他在討論 那我就會給他 我看到 但是我就是 工作的那些 我不想馬上處理 我已經認識了 上次的時間 他 是啊 你可以認識了 不看到 大家雙方都看不到 對方有沒有藍貼 那就可以這樣 也是 但是你也看到 是否網絡 你也可以認識他 我也認識 有些人認識他 然後 也有講到 個人資料 那部分 Twitter沒有提供 中文版的私隱政策 如果不懂英文的用戶 就可能難以掌握 社交媒體 在處理個人資料方面的政策 如果你不懂英文 你也不會用到Twitter 唉 無論你用中文 還是用英文 你也不會看的 是啊 有誰會看的 有Google翻譯他 不會走很遠 是啊 我唯一懂得 會有人看的 那些人就是做律師 嗯 他就要把同一份Disclaimer copy去另一間公司 然後改名字 然後再對一次 看看有沒有錯 是啊 那你收了多少錢 那我覺得 難怪你收這麼多錢 這個世界上 應該只有幾個人會看的 哈哈 那份的東西 然後說律師 你就是其中一個了 難怪收這麼貴 那篇這樣的東西 所以無論中文還是英文都沒有人看 更何況用中文的人 又比較少用Twitter 是啊 你都用 你的Twitter的面對面都是英文的 如果你是需要中文的話 根本就不會用Twitter 上面大部分人都會說英文的 哈哈 是啊 還有日本人都會用 但是比較少一些 現在的AV女友都沒有了 哦 是啊 是啊 怎麼用呢 這個Twitter 就是 Twitter主要追蹤我 是的 賭國的寶藏 所以我在地鐵我不會開Twitter 然後就說 用戶就不應該忽略 當中可能帶來的個人資料的風險 哇 要不然就可能個人資料被濫用 揭取或者外洩 這樣 是的 也可能會蒙受財產損失 甚至乎身體或者心理傷害 那些 因為如果你有些社交媒體 可以在裡面的APP 用信用卡買東西 例如你可以在Facebook買廣告 這樣的話 它就會儲存你信用卡資料 那 你是不是都會 他當然會儲存 他不儲存 我每次要進一次 你可以不儲存 你可以選擇不儲存 這個也是很選擇 但是你的Default 就是會幫你儲存 你剪掉那個剪掉 那就是不儲存 你買東西給錢的時候 每一步都先看清楚一點 是啊 其他人都不理你 買東西給錢就看清楚一點 少許再按 是啊 關於錢事那些 當然是要小心一點 當然 是啊 這樣 不過我就覺得 如果你居然不知道 你的資料是會被他拿去的話 那我就覺得 這件事太神奇了 最主要都是 就是未免太過入世美心了 難道你覺得一個免費的社交平台 它是不需要任何資源去營運的 是啊 都是免費的 最貴的 雖然最不最貴的 這件事很難說 你說我的資料沒有價值 你可以這麼想的 我有時候也是這麼想的 哈哈哈哈 但是這個怎樣用 就限制你自己 是啊 其實很多 就算不是社交媒體 你很多其他東西 都會要了你的資料 有時候你都覺得那些東西 為什麼要我這麼多資料呢 那麼 它有什麼需要呢 那麼 在這些時候 你會想清楚 究竟你是不是真的有需要 給那些資料 那些東西 因為要拿去賣 嗯 哈哈哈哈 不過他將YouTube 擺做 擺做社交媒體 有些詫異的 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 看片和放片的渠道 因為YouTube 在我的電話的分類裡面 它是在娛樂體 它不是 就是直接跳 因為你把那些同類型的APP 你按在一起的話 它會直接彈一個 它的名字 它預設了 例如我將Facebook和IG 一起放在一起 在一個文件上 它會直接寫社交媒體 那些類型 嗯 然後YouTube 例如可能 I don't know 其他看片的APP Google 其他看片的APP 拼在一起 它就會直接去 它就會叫做Entertainment 所以YouTube 不是社交媒體 它整體評分是最高 4.5 我都說 那不是社交媒體 是的 因為它不是社交媒體 它真的有 有些東西是沒有這樣的需要 你很少去一些影片留言 又跟那些朋友說 不是這樣的 你很少會這樣 對 你很少會在YouTube 對 你不會流很多言 你不會在YouTube那裡跟人聊天 你很少去找你的樂隊去聊天 除非你想找誰 誰喜歡看什麼影片 就追蹤他 這個也會 這個其中一部分 會讓人知道你喜歡什麼 小心一點 是的 所以都很不公平 放YouTube下去跟其他人比 是的 是的 現在這一節就是這樣 大家都很期待下一節 我們休息一會再回來 拜拜 看完節目 記得like 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頻道 收看最強頻道 訂閱熱血時報